好了,最後一套,這一套可以說破了2014,應該不是2014年那麼簡單 是破了我動畫生涯裡面最高速看完一套動畫的紀錄 咦,究竟衝破寬哥的極限? 寬哥不是極衝,寬哥是要細味品嘗 這裡要高速飛片 哦,難怪啦,被譽為這個很厲害的無聊小說這套東西 不是無聊,是變態 然後這一套就是我要成為雙馬尾,大家可以猜一下我用了多少時間 看得也是三倍速 三倍速是我看一套不是太好看的動畫的一個基本的速度 但是這一套的速度,我可以告訴你,是破了三倍速的 有遲電修一哦,遲電修都受不了,三倍而已,你會這麼過分啊 這一套東西,我真的這麼說,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不是,你只是看女兒而已,純粹 是男人來的哦 錯,這套是看雙馬尾,不是看女兒 有馬說這句是正確的 這套東西裡面,只要你覺得雙馬尾不是什麼特別的元素的話 我覺得你根本上是捱不到下去的 不是,雙馬尾是OK的 所以你就捱到下去了 但是下面的畫質捱不到下去 他得到馬尾畫質捱得好,下面的身體那些腳是完全不知道 被注意的程度是連香港的某本動畫雜誌也都寫明是崩的 我或者這麼說,他這套我會和一套比較的 都是2014的作品 健全機械人 同樣地,他們都去玩一個題材就是 色情就是萬能 他這裡就是告訴你,雙馬尾就是萬能 其實是同一個套路的東西來的 但是,健全機械人叫做什麼呢? 他本身是一套機人熱血險的關係 他做這些東西,大家都知道就是打壞敵人就可以 而這套東西裡面其實套路是一樣的 但是一套就在所謂的屬性力量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我是完全接受不到這一套東西在說什麼 即是這套健全機械人,其實我都不能太接受他的 但是至少人家在基本的基礎上 他在一套機人片,他在一套熱血返 他是給了機人片和熱血返的那種動作 但是這一套,我真的看不出他給了什麼給我 那他有機械有人,有怪物 這個是配套 全身是質疑每一個怪人,他們出來戰鬥的屬性要求 不一定是雙馬尾 因為他很奇怪,起初就還說 起初大家都記得有隻恐龍走下來 然後就被人幾腳劈死 第一集大家都覺得畫很漂亮 第一打Dixon,那隻東西真的拿個裝置出來搶雙馬尾屬性 之後就說,魏娘屬性 什麼什麼死褲水屬性 腳屬性 還有圈榜屬性 還有圈榜屬性 還有麻花邊屬性 幾乎他們不會抓人的,他們就先打 他們不記得抓人之類的 以個問題在於什麼呢 容許我真的罵一句話 作者是很愚蠻地 他想試圖去解釋 為什麼雙馬尾力量是最厲害 還有為什麼要搶雙馬尾力量 大家要記得一集說 主角曾經問過 既然他們其實那麼喜歡這種屬性 但是他們又要去搶這種屬性 就很矛盾 然後他們的角色就解釋到 其實這種生物其實都是很矛盾的 你解釋這麼多 為什麼呢 你終於說他們是一個變態 就是一個變態 其實那堆是不是變態 即使說 及後尼華做偶像的女生 其實都是眼鏡屬性的女生 其實都是一個變態 他這件事就是 剛才我想說 很明顯作者也沒有這個頭腦 去解釋這件事 但他偏側就很想解釋 告訴你 其實雙馬尾力量很厲害 就是我不知道作者是否對雙馬尾 或者對什麼捆綁 後頸 那些屬性 他們有很多的解釋 但他們的解釋 其實你在說什麼 其實我不太明白 大家 他不用解釋 這三個是最極端的 他總之要索到的是什麼 這班變態的外星人 其實就足夠 你解釋這麼多 這裡是空想規格 你解釋這麼多 要用什麼雙馬尾力量 總之就是什麼 他是用變態的力量去推動 越變態你就會越厲害 其實不是最簡單 或者是你愛的 你說得好 你對一種屬性的愛 你對那種屬性的愛 去遲遇了極限 你就可以出到這個超重二亡斬 都可以 沒有問題 他解釋這件事 為什麼 其實我也有些奇怪 由第一集打到尾 雖然有很多的斬流 但是他臨尾那個就是魏梁屬性 我記得是魏梁屬性 然後浸了溫泉之後 就變身 變成Version 2.0 然後就出來 那些不是爛絲嗎 變成白星那屬 其實如果每一隻東西 我就想想 如果每一隻東西浸到溫泉 跟他打 已經輸了 其實為什麼沒有這件事 每一隻雜魚 好像說 因為那個 我喜歡那個魏梁屬性 你不明白 反派他那種是古代超和式的修行方法 肉體修行 但主角是平成的修行方法 精神的修行 你不明白了 這件事 他就是 這套東西裏面就是什麼呢 其實有馬說的那些東西 就是那些 我稱之為配套的東西 他們將很多 這個我覺得是完全 我不會怪製作人 製作人 你怪他 只能怪作畫的崩 但這套東西裏面 我很肯定的就是 故事裏面就是 根本作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其實解釋不到的 他也是試圖 他做了一個 他覺得很有趣的設定 然後他做了這個設定 但他這個設定 他又不知為何會想到這個念頭出來 然後他又想試圖去解釋 其實我是想了很多東西 我才想到這個變態設定出來 但那件事 講完之後 我不清楚 但至少 我看了這麼久的動畫 這些這麼瘋的動畫 我都知道 但這一套 我真的不明白他想說什麼 而且 你以雙馬尾最強 我都接受到 原來雙馬尾是傳宇宙最強的 傳宇宙最強的 傳宇宙雙馬尾就會最強的 變成 但Elena那個角色 黃色頭髮 那個學生會會長 是由一個學生會會長 很純潔的人 突然變成一個露出狂 是很奇怪的 而且他變成 完全像一個瘋婆 最後一個角色 毀壞了 隱藏屬性 你沒聽過嗎 很合理 我覺得這些說 因為很老實說 我覺得很合理 我覺得很合理 我一定這套東西裡面 沒有一個正常人 全部都是變態 我覺得這套東西裡面 是他唯一一定要緊守的中資 裡面不能夠有一個正常人 因為如果裡面有一個正常人 我擔保 這條路一定精神崩潰 你看看媽媽都不正常 所以你看到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是對的 他這套東西裡面 是不應該有正常人的 如果他有正常人 他就好像要做到就是 賴子 那種就是你真沉 就是作為一個正常人 去套租這一班這樣的變態 但是 你現在這套東西裡面 他不用這件事 OK 沒問題的 你全班人都是一個變態 你就不如變態下去 老實說 你不要用一些 又不科學 又不醫學 又不心理學的角度 去將一件變態的事 解釋得很合理 其實你是解釋不了的 不要緊 可能是神的宗教 其實我覺得奇怪 有些人不明白 你說外星人 有些是後頸控 有些是觸控 有些人不知什麼控 其實外星人 他對著人類就是這樣 但是你對外星人 他又沒有這些後頸控 觸控 第二件事 我一直都解釋不明白 什麼屬性慾 他拋起來就會加強 還是那種屬性慾 不是你那種屬性 不是 他純粹當屬性慾 就是 其實他當是 露黑人 打一隻怪 甚至不是 因為如果你用這個 其實他應該會 最簡單的就是 你拿了他的屬性慾 其實我現在很簡單 出一個設定 拿了一個屬性慾 可能說真的是觸控 Gater一隻腳會變 然後連他的個性都會變 為什麼不玩這個 其實你這樣才有趣 其實是 為什麼不玩這個 但是你見到 你見到 愛香的角色 他不斷裝屬性 但是他 他個人是沒有變化的 老實說 你當這個 這個是一個叫做 蛇有華人不知羞恥 那類型的角色 很明顯在這些作品裡 他是一個被游倫的角色 在精神上游倫他 你是要 但是你又不是在做這件事 我就說 那我這套東西 其實我是在看什麼 你不停去比方說 雙馬尾是最強 我說 我看不到雙馬尾有多強 還有最後他有一件事 挺不好的 就想打敗那隻 偽良屬性的怪獸 不知道是誰的 都督 最奇怪就是 他要三圍一體合一 都是要弄個炮 一其是怪 他是戰隊 他是特地把很多 我都說他把很多配套的東西 放進去 但是他根本都不知 怎樣用那些配套 他就隨便把那些東西 組合在一起 就覺得 哇你會不會覺得很棒 我老實說 我不清楚 但是作為一個 我這些正正常常的人 我就真的不覺得很有趣 正正常常的人 我覺得跟鮑魚鵝缸 抗布包 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這樣嗎 我不敢 但這套東西裏面 我覺得 他要玩變態 他又不變態 他進去都不太盡 其實很流於表面 他很喜歡雙鵝味 很喜歡觸控 老實說 那隻喜歡觸控 那隻死人怪獸 死人怪獸 他連隻腳仔都沒摸過 大老 喜歡後頸的話 衰點說 你是不是時間 你又不是玩時間 那說什麼 你這套東西裏面 我都說 他在試圖 將很多變態的屬性 他就挪裂出來 挪裂出來 挪裂出來之後 其實是有這些屬性 對我來說 而我覺得 很搞笑的一件事 就是 我只是會讓我看到 就是 作者對這些屬性 是多麼不了解 以及怎樣不懂 怎樣運用 他好像拿了一本目錄 然後抄了一本目錄 你明白 作者只是說雙鵝味 那他不懂得解雙鵝味 好 簡直不行 就算雙鵝味 他解釋了什麼 沒有了 沒有了 那是不是遲天收一出來 解釋了雙鵝味的多強 那就是遲天收一強 不是雙鵝味強 你明白嗎 遲天收一強 是因為紅色有角 三倍速 那他有兩隻角 他就六倍速 嗯 可能是雙鵝味 九倍也可以 所以這套 其實我一起初覺得他好像畫得很瘋 有期望 有期望 他是不是有些絕巧 或者漂亮 我覺得 你對這套有期望 其實本身是一件很錯很錯的 其實我當是看笑片 但當他好像去到第八集 笑不出 不是看笑片 是看瘋片 對 我同意阿鵝味說的 但當他的畫質跌到 讓你接受不到的水平 你就不會再看下去 你瘋片就不是看畫質 你當你是看女的 你只是看畫質 但你這套裏面 其實女角有得哪個 女角其實只有三個 計算是女角 四個 還給你媽媽 五個 還給你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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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 沒有 但六個角色 他都可以畫到崩 好東西 這個我覺得 對我來說 其實我甚至 我黑一點的想 其實是製作群為了表達他們的不滿 而故意這樣做 哦 就是人家說 錢啊我要錢 就是稿啊 我沒有稿 那些 就是不夠錢 不夠錢 那些 其實看上去 這個創作好像向下坡 走到後面 好像沒有錢 所以我覺得 老實說 我真的 這套裏也是 我真的需要 聽眾們 告訴我 這套裏為什麼能夠出到白賊 日本買得好 是我對變態的了解不夠深 這些才是變態的精髓 是我入世未深 還是現在的水準就是這麼低呢 所以這套裏就是 我真的要說 它屬於浪費人生系列 其實它是屬於 有一套浪費人生 各位一套浪費人生 這套裏是 你一看下去 就應該知道它是浪費人生的 沒那麼厲害 看下去 第一頭那四集都OK 其實如果你照這個道理去想 其實是對的 我這些東西 一直都是浪費人生的 所以 如果作者是爭取這一點而死這套作品的話 那我唯有說 它是一個天才 那今集時間到這裏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